4月28號 徐諾告訴新唐人 他的整個家庭都是被中共政權洗腦後 愛中國、恨美國 全家都成為了親共人士 他年初到美國旅遊 因為疫情而滯留在美國 在美國期間正值國內疫情爆發 他成為了買美國口罩寄回中國的小粉紅之一 但是他因為寄口罩 並攜帶了兩本《聖經》的書籍 他的父親被警察訓誡 徐諾說 他全家都是無神論者 他在美國接觸了宗教 覺得挺好 想讓家人也看看 卻被扣上這樣的大帽子 他認為這是栽贓陷害 他全家都不能接受 徐諾認為 當局此舉讓父親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 而且他們全家人也都不理解 徐諾說 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中共沒有威脅到他的時候 他覺得過得挺幸福安逸的 如今他被扣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還要拘留他 他不能接受 在美國期間 他了解到越來越多的真相 開始有了反思 他看到了中共的罪惡 決定退出中共黨組織團隊 與中共劃清界限 遠離中共也是遠離正全球流行的大瘟疫 新唐人記者 陳翰 李韻 周天採訪報導